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韓國攝理教教主鄭明悉的案件 就因為在網飛上有一個劇集或紀錄片有報道 再加上其中一個現身說法指控他的人 就是方力申的女朋友葉軒,所以就好多人開始關注了 現在再同大家跟進下裏面的報道 根據新聞所講,葉軒的前導A先生出庭作弓 表示他叫葉軒和鄭明悉最後告別當時做一個錄音 亦都是將性侵過程曝光,曾經被他性侵了17次 而事件的另一個受害者,澳洲的女人亦都在紀錄片裏爆性侵的過程 當時原來葉軒都在現場,更加是跟他洗腦叫他不用緊張之旅 而這宗案件就在7號那天就第四次開庭 而且出現過新證人就是葉軒的前男朋友 現在27歲的A先生就說葉軒曾經跟他說被鄭明悉性侵,或當時已經被宗教洗腦 所以思想就非常混亂,他不知鄭明悉到底是強姦還是救世主 之後他要跟鄭明悉做一個最後告別 說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而A先生就建議他將這些對話錄音 而當時葉軒因為打完疫苗發燒,對方都沒有就罷手 而A先生就說葉軒記錄了雙方發生性行為的對話 錄音檔有1小時37分,複製傳給他,他將錄音交到警方手上 而根據A先生所說葉軒被鄭明悉性侵四次 每次做完後對方都會跟他說你現在得救了 根據報導,2018至2021年間一共被葉軒遞性侵次數高達17次 而在這個紀錄片中也有提到 鄭明悉在2009年因為性侵的罪行被判入獄10年 這段時間繼續要求女信徒寄一些比堅尼和長腿的照片給他看 亦都將自己喜歡的女信徒喊到監獄見面 而這個葉軒在紀錄片中透露,他自己同其他女信徒知道 要同教主見面就覺得好開心 而鄭明悉更加特別委託教友,在監獄附近租借單位 而葉軒也去過兩三次,這個單位的小腦台是可以看到監獄的 而鄭明悉每日下午1點都要出來運動 而葉軒和其他女信徒就會在露台揮舞地拖 而鄭明悉如果看到地拖就知道是女信徒來看他 而這個紀錄片中透露,葉軒因為他懂得唱歌 就安排他在大型表演裏做一個演唱表演 有時表演時間過場也令到好累了,他就要求不再唱 教會就安排他擔任新聞主播,就同他改了個名叫鄭秀貞 而這個鄭秀貞的名是教主幫他親自起的 而在教會的十年裏面,這個葉軒同時也做過毛德兒 還有傳教工作,還做了牧師的 而他在紀錄片中講到,同樣受到侵犯的澳洲女子B小姐也否白 他當時獲得安排見鄭明悉很開心,但因為需要葉軒做韓語翻譯 一齊見面,鄭明悉第一次見他就摸他大腿和摸他下體 他當時眼神扣了,但葉軒說不要緊要,沒有關係 其實他當時就說自己已經被洗腦,不覺得有問題 而這個B小姐聽完他這樣講也覺得沒問題,之後才後悔 他覺得自己已經被鄭明悉徹底洗腦了 而在這件事裏的紀錄片,葉軒的爸爸也有出現 就說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支持個女兒 這個報道都幾得人驚 但如果是做完翻譯的話,以鄭明悉 那麼色色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很可能不止17次 當然啦,這個始終都是受害人說什麼 可能都是為了保護自己 但由這一點你都可以看得到,這些宗教的恐怖 是完全可以洗腦你的腦,想怎樣就怎樣 我估計今次爆了出來應該這個涉理教 沒有機會再翻生了吧 因為其實雖然他的教主是坐牢 但是他是死灰復燃過幾次的 生命力是非常之強大 如果今次鄭明悉錯夠十年二十年的話 應該出回來沒有能力再去做這些事了吧 而其他邪教來說,韓國就真的很多 之後就看看有沒有時間做些影片 和大家看看韓國之前到底有些什麼邪教 邪教你以為他只是做全教或者錢和聖這類東西 是不止的,他們有部份是牽涉到政治部份 譬如有些人選舉,收的獻金 很有可能都是這些邪教的獻金來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